大家好,在我们深入解析指挥圣人 推背图和其他预言的考证 还有破解第45项之前呢 本集要先来插队一下 要聊什么呢? 是和第43项正相关的事情 我们先来看一下最近发生的局势演变 从9月份起,中国的四位大老板 阿里巴巴的马云,腾讯马化腾 联想集团柳传志,百度李彦宏 都接连着退休或辞职 他们的庞大集团都被中共正式接管了 这在比如说是欧美日等等正常的国家之中 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就算是中国以前改革开放的江湖温朱的时代 也是很难想象的 而自从习近平上台之后 中国慢慢转变了 向左转啊 许多在台湾的人比较没有切身的感受 这几年是中共搞的国进民退 国企混改政策 做大做强国企 国家开始收缴优良的中大型民间企业 早已经推行一段时间了 当然不止于此 还有许多配套措施 比如说派驻机关干部进驻各大民企监管 鼓励民企内部员工举报老板 给你奖励还有保护 还有太多的势力 再次无法一一列举 直接讲结论 有回到当年毛贡建政后的前30年 计划经济制度的态势 计划经济可能需要二次文革来辅助配套 甚至对外发动一个小型的战争 团结人民群众彻底消灭通敌叛国的阶级敌人 打倒国内一切反动思想反动派 退而闭关锁国 维持中共的专政统治 这就是我们在推背图第四三项上级 六分十秒起 推测的一种未来走向 而且只是第一阶段 同志们朋友们 前进征程上 我们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坚持人民主体地位 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全面贯彻执行 党的基本理论 基本路线 基本方略 不断创造新的历史伟业 可以得知 中共高层照已预见 中美最终必有一战 因为中国除了自身的经济动能下降之外 再加上美中贸易战的重量级敲打 中国的经济金融 房地产 大倒闭 大失业 情势严峻 不容乐观 所以习中共早有准备 带领全国进行左转 党将带领人民群众 全面贯彻执行党的 基本理论和路线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艰苦奋斗 这些都是早有预案的 救亡图存之举 而接下来的神秘录音 更加佐证了以上的推论 这是在九月初 网络上所流传出来的 疑似中共体制内 某官员或神秘大佬的讲话内容 可能有些朋友已经听过了 其内容和我们43项上集讲的意思 是一样的 但是大经人这边发现了几个线索 更加确认了一些东西 大家一起来听看看 你提的这个出口 这个加税的问题 我是这样理解的 这个加税呢 美国一加税 我们左边加了税钱 右边减 从这个增加流动性 这个隐潮 还有退税 各种办法 还可以补回来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呢 两边一个左手 一个右手 问题不是太大 但是最大的问题是 美国一出口 我们对美国的出口 只要美国一加税 中国这外资企业就待不住了 他们就要 和比要交这25%的税的 他们要赚这块钱嘛 所以他就要把企业 迁走 迁到越南 迁到泰国 他们这样可以把利润 做得最大化嘛 外资撤走了 我们在外资工作的员工 大概有4500万人 这些人可就失业了 国有企业安排不了 这么大一块就业人口 再加上中国的出口 加工贸易企业 也会玩的 所以这还有几千万人 可能有8000多万人 失业没有工作 这些人都供着房呢 你想一想会给中国带来什么问题 就业的问题 其实背后牵扯的是金融的危机 地产的危机 这个金融和地产的危机 是统治阶级 统治的危机 所以经济的应着路会带来通过巨大的变化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 那个原来管证监会的刘世瑜 现在去干供销总社的社长 他现在在全国各个省在建立供销社 供销社是我们改开放 基本上消失了的理产物 现在全部都在恢复 建立供销社的最大的意图就是要搞通购通销 好 第一条线索出现了 刘世瑜接任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 这是1月底的新闻 所以这个神秘录音的时间 很可能是今年2月到5月之间 最终时间确定 再继续看下去就会知道 哎呀 这个供销社 99%的台湾人是不知道的 听都没听过什么中国的供销社 简单的说 那是1950年代计划经济时期 相当于国营百货超市 然而中共在去年就已经准备好了 请看去年2018年人民网的新闻 全国95%的乡镇又有了供销社 覆盖率从2012的56%提高到目前的95% 其实高层早就做好了这个准备了 用同购同销计划经济 调整经济 来管理现在不但衰落和映照路以后的中国经济 你说经济结构是不是要变 要彻底的变回计划经济了 你那时候再去个体创业都没得创了 票都没有你怎么创 还有一个就是将来万不得已的时候 可能会重新发行新的货币 叫银行把原来的旧币收回 只要很多人藏在床底下的钱 你都得拿出来 不然就作废了 用这种办法 可以把底下的很多资金全部洗出来 来解决现在钱不够的问题 这些办法都会用 所以大家早做准备吧 很多人都在拼命地捞钱 其实他们都没弄明白钱是什么 钱是政府给人民发的条子 这个东西政府要认 它就能用 政府不认了 重新换过另外的条子 那别的条子都没用了 所以你看上去你现在捞了很多钱 其实到时候政府一不认 换新钞票它全都废了 所以钱并不是真正的财富 你把钱变成其他的商品 或者变成外汇黄金 那才是财富 同时老百姓的财富 其实是政府的负债 政府要想削减自己的负债 它可以用蒸发股市的办法解决 也可以用蒸发楼市的办法解决 我经常给大家讲两个概念 大家要明白 一个呢 钞票啊 钱啊 人民币啊 这都是条子 这不是财富 第二个呢 就是老百姓的财富是什么 是政府的负债 你不要以为你的那个东西都是你的 政府想拿过来三分钟 想搞定你也三分钟 所以说 这个土财主啊 近视眼是看不懂的 你看看王健林转眼 就让你完蛋 所以明白了这个道理 你才知道什么叫财富 真正的财富是掌控在自己手里 而且能够生之保之 并且具有流动性的好东西 这是财富 很多人玩了半天 都没能明白这一点 这个 我在三年前 就给很多朋友讲了 我说你们要做好 要过苦日子准备了 因为要走向计划经济了 真的走向计划经济的时候 个体工商 这个 个体民营资产 全部都要搞掉了 计划经济 你不可能允许你在乱搞 非计划之外的事情 共产党就把所有的财路都拦去了 你们还想再挣钱是不可能了 所以 早一点 反过法来 想一想该怎么活 这才是要紧的事情 第三呢 就是能出去的 就出去吧 但是不要到美国去 那个将来是敌国 将来你在那边财产 都要被没收的 没有意义 找一个中间地方去 还能待着 财产拿出去以后 你就干脆把户籍也消了 不然的话 你还是中国户口 中国加入了 CRS以后 你还在国内在交税 你在外边有钱 你在国内在交税 你也逃不了 这个是一个大天网 所以在这个天网之下 真正的财富是能够逃脱 天网控制的 不被政府所知道的东西 才真正属于你的财富 另外考虑财富问题呢 现在也已经来不及了 现在要考虑到下一步 我们的生存问题了 估计今年下半年到年底 人民币就要开始贬值了 用贬值来对于美国 这是第一个 好 这位大佬说 估计到下半年开始 这透露出什么讯息呢 就是透露出 他讲话的时候 是在上半年 就是我们刚才推测的 这个录音呢 大约是2到5月之间 然后呢 人民币就真的在8月初的时候 扁破期 创下数十年历史新低 而且这位神秘大佬也讲了 这是中共将要使出来 对付美国科高关税的方法 第二个 我们从去年到今年 猪肉 这个猪瘟这么多省 猪瘟 今年下半年的猪瘟 会越来越厉害 加上进口也有困难了 猪肉会很贵 猪肉带动了整个 这个CPR的这个上升 大家各年 就会感觉到通货碰到 会转眼到身边了 钱不好用了 将来吃什么东西 也是个问题 可能会带来很多新的认识 再一个就是 我们现在所做的 所有的事情 这个 都不可能改变 中国现在的根本状况 因为高层还在激烈的斗争 而且斗争会越演越烈 将来就已经花落随首 这个 这个这么大的盘子 谁来接下来都说病 所以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老百姓是估计不过来的 看不到这个大盘的反应 我估计下周 连美国的指数也可能 股市指数也可能会跌 因为这个带来的变化是巨大的 美国已经开始考虑另外 3251美元的25%的关税了 哦 又一个线索出现了 回顾搜寻一下这个新闻 川普在5月5日威胁 要提高对2000亿元 中国商品的关税 并可能对另外 3251元的商品加征关税 所以这个录音的时间 应该可以确定 大概就在5月份 好 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如果中国出台比较强硬的 反制措施的话 如果出台比较强硬的 反制措施的话 美国就会把中国定位 回避操纵过 这样 回避就不是25%了 关税就要上升到40%到45%了 到那时候几乎就是彻底断交了 那我们就重新回到毛时代了 而且这个二毛时代 曾经不如大毛时代 拿破仑三是比不上拿破仑的 这一点大家要有所分别 不是 这个 这个现在是三个势力在争 当然 也有不走计划经济的 这个力量 但是能不能乘气都不一定 再说现在 我们去讨论哪一路深险 可能上台 就对我们很危险 所以不去议论这事 就三英战旅部先打吧 现在 好的 神秘录音还剩下最后一段 这边中断一下 是因为 在本集解稿前 10月10日的中美贸易谈判 似乎传出了一个不错的进度 美股大涨了300点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之前五月的时候 中国也推翻了原先谈好的协议 所以说 无产阶级专政出身的中共耍流氓 说话不算话 这是常态 我们来添加最后一段 5月的录音放到10月的中美谈判 还是很合适的 OK 神秘录音结束了 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 习中共进行大左转 否定邓小平思想 想计划经济 全面收紧控制 这在现代中国也算是倒行逆施了 但是毕竟时代已经不同了 中国人也不是1950年代的中国人 而且就像神秘录音所说的 那我们又重新回到毛时代了 而且这个二毛时代 曾经不如大毛时代 加上中国面临许多巨大的问题难解 经济大衰 钱也要不够了 所以梦回毛时代 终将失败 当中央政府的力量衰微以后 中国可能进入反正割据的时代 黑兔走路清龙穴 欲进不进不可说啊 这些我们在第四三项上级 第十一份以后都讲过了 那到底准不准呢 等到2023年就知道了 好的 留言讨论的朋友老规矩 甘温啊 大金轮总和研究所 我们下次见